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配 你不配 打你 打你 打你这个爱国主位 打死你 镜与 打不得你这个爱国主位 祖队 镜与 镜与救我 皇子 皇子 小心 皇子 别怕 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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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内声不响就跑到这儿啊 你不知道朕担心你吗 奴婢只是区区一名战役 要皇上担心 镇儿怎么受得起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朕说话 朕是如何对你的 难道你心里不明白吗 朕怎么会不明白 但是奴婢就是奴婢 皇后就是皇后 从今以后 皇上身边最亲最爱的 只有皇后 朕儿永远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牛逼 可是曾领皇后一世 你知道 那不是太后的意思 身为人子 你叫这如何是好 是啊 皇上您是为人之子 就算日后周太后 要把奴婢千刀万关 怕是皇上也只能 悲命失策 朕儿 朕儿 朕不是有一功夫 南门虽然是破败之地 但却是我万朕儿 过得最开心的地方 当年先皇女皇上 被戴宗软禁于此 皇上当时只是三岁的孩童 有我这个宫女赵 那时候 我们同说 同吃 同笑 都不哭 皇上对我说 长大以后 要娶我为妻 可现在却是如此 这不是由于辜负你的 是什么好脸 皇上 朕儿并非痴心妄想 要做皇后 只是朕儿跟在皇上身边这么多年 什么名分都没有 你叫朕儿请喝一看 朕儿 你别当我 朕当于你 一定令你为妃 真的 朕怎么会骗你 皇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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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立万真儿为妃 是 哎呀 皇儿 她比你大许多 而且 是前太后身边的婢女出身 她怎么能成为贵妃呢 妹妹 妹妹何事动怒啊 哎哟 姐姐 哎哟 姐姐 你来了 刚才哀家在门外听到 妹妹说不能离哀家宫中 神弊你为妃 可有此事啊 嗯 嗯 皇上要策立的 可是万真儿啊 是 哎 哎 哀家年岁大了 可能记性越来越差 要是哀家没记错的话 当年妹妹 也是先皇 太后宫中的掌灯 还是姐姐记性好 正是 可不就是吗 如今妹妹母凭子贵 贵为皇太后 正是英雄莫问出处 丽妃又何须计较出身呢 是吧 是是是 姐姐啊 只不过这个万真儿 比皇上年长许多 妹妹怕她日后 摆布皇上干预朝政 妹妹 这些年来哀家的身体不好 可是妹妹 你是如日中天哪 这后宫大小事情 都由妹妹来打理 而且皇上又甚为孝顺 区区一个妃子 又能闯什么大祸呢 是不是啊 是是是 后宫家里三千 多里一个妃子 也无妨嘛 哀家是怕为了这点区区小事 伤了皇上和妹妹的骨肉之情 那可就不好了 所以才多口劝说 妹妹 不会为这件事怪罪哀家吧 你姐姐怎么会呢 那就好 那就好 那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皇上 快 谢谢你母后 快呀 还是多谢母后 来来来 快坐 姐姐 快坐呀 坐坐坐 快坐 十二岁入宫 这宫中的戎拜兴衰 还见得少吗 皇上虽然册令你为贵妃 但日后你是否受宠 要看你自己的修行和造化 蓁儿一定会小心照顾皇上 亦会小心侍奉太后的 你的这句话 哀家记在心上 刘嬷嬷 把饰品拿过来 是 你在哀家的宫中待过 今天哀家就当是嫁女儿一样 这些饰品 有些是仙皇赐的 有些是哀家的珍藏 今天呢 哀家就把它送给你 这么贵重的物品 真不敢接受 哀家并没有子嗣 留着它又有何用呢 哀家送给你 你就留下吧 太后 日后 真日一定成功定性 以为太后 有你这句话 哀家就放心了 果然不出哀家所料 这个前太后 已经跟那个妖妇万真儿 连成一气了 那 日后 万真儿留在皇上身边 岂不危险 危险 怕什么呀 皇上是哀家的亲生儿子 哀家怕她 即便她前太后 把万真儿当成过河族 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呀 更何况 现在有这个 无淑女 年轻美貌 娇柔妩媚的美人在 我还愁我的皇儿 会再留恋这个万真儿 太后言之有理 哀家告诉你 今天皇儿能策封她 明天也可以废除她 万真儿 我看你这个贵妃 还能当多久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策封无事为后 万事为贵妃 因此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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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华 你还在这当职啊 飞肠 你来了 今天皇上大婚 外头是不是很热闹 你们也都忙坏了吧 对啊 不说其他 今天早上光是替吴淑女 不是不是 是替皇后娘娘穿喜服 一共穿了十六层呢 那喜服一定很漂亮 是啊 春华 我跟你说啊 你们两个一见面 就没完没了 哎 贵妆 你不是过来拿点心的吗 这待会儿 皇上到了皇后宫中 你还没回去呢 哦 我这就回去 周太后她吩咐 要准备 莲子红枣茶 红豆软糕 还有桂花杏仁卷 何掌扇 听到了吗 给她拿过来 好 我来吧 我准备好了 来 周太后可疼皇后娘娘了 她说呀 这些东西都是皇上最爱吃的 特别嘱咐娘娘 大婚之夜 一定要给皇上准备这些点心 皇后得宠的话 你呀 不也跟着沾光吗 去吧 我走了啊